我们刚才讲是 现在离选举还有个月 我才没有看过 一个民调的时候 到了选举一个月的时候 还有这么剧烈的变化 还有一点在纠缠的一个感觉 照理讲以前在总统大选 这么大的选举 一个月大概就已经大势底地了 好那现在呢 看起来的赖清德 本来吃40% 过40了 掉到35.1 侯友宜32.5 我们看到阿贝 现在还是在17 可是这样麻烦 明天无心意要回来 可以从这个数字里面 有一个非常清楚 是第一个 云嘉楠在变盘当中 还有 年轻选票真的在滚动了 对 没错 你看事实上 以这个最新的 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来说的话 这个阿贝 还有这个侯康佩 事实上基本上来说 是没有在动的 就是维持平盘 但是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赖消了这个民调 赖消民调有一度 来到40%以上 可是这几天来说 又掉了5个percent 怎么掉这么多 两波的时间里面掉了5个percent 这是很大的变动 那很大的变动 到底变动在什么地方呢 有几个地方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们如果用戏目里面 去比较来分析来说的话 其实里面有两个地方变动比较大 一个就是云嘉南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20到29岁这个部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云嘉南我们用美丽岛地 84波 85波 86波 跟87波来对比 你看在云嘉南的时候 在84波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这个赖消费 有来到47.3 但你可以看到 再来就是42.9 再来变成是43.1 再来就掉到39.6 也就是说 实际上它不断地往下跌 云嘉南有波动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以侯康佩的话 从21 19.7 然后到了21 那现在来到25.3 也就是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 再来说话 侯康跟赖消之间的 这个云嘉南的板块 有出现一个挪动的这个状况 当然你可以说 侯友宜他嘉义人嘛 是不是他这 而且嘉义县市 还有不知道 云嘉南的这些地方派系 在动了起来 可能对他的这个选情 有一些变化 那所以我们要密切观察 这个部分来说话 如果侯康能够持续拉近 云嘉南的这个状况 因为目前为止 他们就说南部会输 150万票嘛 假设拉得很近的时候 输得很少的时候 要翻盘或许很难 输得很少的时候 北部补回来 或许就有翻盘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讲 现在连柯文哲说 我都要什么 我这个大活动 从台南开发 那个出发 现在国民党感觉到 也要拼占台南 我没有想到 以前都是决战中台湾 现在决战大台南 对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讲 年轻的族群这个部分 我们讲事实上 在这个蓝白破局之后 有一度的时候 这个所谓 在赖消的民调 在年轻 20到29岁这个部分 是领先 你看领先侯康22.7 还有这个柯文哲的24.2 可是你看到这几波 35然后来到36.8 然后来到31之后 掉到23.7 也就是说 他在年轻族群来说 掉了非常多 那年轻族群 到了哪里去呢 很大一部分 就回到了柯文哲 当然有部分回到侯康 所以也就是说 年轻族群 现在有两个板块 可能最近波动比较剧烈 一个就是 年轻族群的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 云嘉兰这个部分 可能会让选情出现 我们过去都很难 预料到了一个变数 会出现的一个状况 因为如果你看到 现在新北台北 包括陶醋苗 或者说你像高高平 基本上那个板块是挺 就是稳住的 对 没错 是云嘉兰的盘在动 对 20到29的盘在动 对 没错 就年轻人来说 当然本来就比较 变动比较大 可能阿伯最近造势 然后五星又不在 这种民调都起来 另外就云嘉兰 云嘉兰这一块来说 因为他有很多地方势力 包括说云林的张家卫 还有台南很多这个地方 张荣卫 还有嘉义现实的 很多地方派系在动 所以动了 或许会让整个选情 会不太一样 那你看其实国民党很早 他们很早的这个 造势场合来说 在台南那一场 听说那一场 有大概三万人左右 去造势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的大造势 就从台南开始了 那包括说民众党 他的16号 他也准备要造台南去开始了 那另外一个 包括说像绿营 也在这个台南进行这个开讲 所以事实上大家都把 这个台南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指标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挤 因为这几年来说话 台南的选情变得有点 我们很难预估 诡谴多变 你看以这个2022年的民调来说话 封关民调61对15 就是这个黄伟哲对谢龙介 可是开出来的票 其实并没有差距很大 才差距都要5个%左右 61比15 对 结果开出来的是48比43 对 而且很多地方都并嘛 比如说像北门这一带 对不对 还有包括说像过去一段时间 在比较偏向是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都市化的新 永康啊 新化这些北区这些 因为这边有很多 南科 很多外来人口进来 然后改变了整个版图 所以我们来说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或许呢 台南县市 或是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会不会撤不准 那撤不准来说 搞不好 最后选民的投票意愿 还有他的投票行为之后 或许会出现 跟我们过去完全想不到 不一定 当然了 目前为止 大家谁也不敢 这个 掉以轻心 所以双方 当然面来说的话 都以台南做一个非常重要 造势跟这个决战的重点 好 董事长 刚才讲的 没找电视报 迷了 这不可思议是 本来赖青的已经 站稳四层了 站稳四层 你看这个区间 就一直往上走啊 往上走的时候 怎么开始往下掉 掉到35.1 刚才讲的 侯友宜 基本上是平盘 32.5 阿贝也稳住在17 怎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而且刚才讲的 年轻票在滚动当中 另外的就是云嘉南的票 也在滚动当中 今天这个民调 主要的就是说 在这个国民党的侯友宜 侯康跟民众党的科武 其实都没有什么 很大的变动 还有变动比较大的 是赖销 民进党赖销 民进党赖销 我们看很清楚 这两天 从上礼拜五开始 到今天 他从40%掉到35.1 换言之长 掉了快五个百分点 那五个百分点里面 有一半就是把这个科武 从14点多 跳到17 所以他就是说 那时候30到39岁 第一波补给了这个科文哲 然后第二波 这次再下跌是什么呢 大概有2点多个百分点 到魏表泰 到魏表泰 魏表泰 对魏言之长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赖销会掉五个百分点 那万里老家的故事 因为这时候 黄柏山干他嘛 我的家有违建 我拆掉了嘛 你的家有违建 你不能拆嘛 然后你拆别人的违建 他在台南那个台铁东一案 把人家拆的 老百姓哭哭啼啼的 然后说拆的人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东西 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价值 然后还有其他 像什么108克刚 还有最近的这些 最重要就是一个警讯 我认为 怎么警讯 是应该是 比如说萧美琴 副总统候选人 他的爆猫 效用递减 因为原来爆猫做成 爆猫没用了 爆猫没有用了 掉了嘛 现在很简单 数字会讲话 所以原来你用这种柔情的攻势 来对抗柯文哲这种林立的攻击的时候 你这个柔情攻势垮掉了 对啊 所以目前看起来 而且柯文哲的打法发生效果 然后第二个柯文哲的打法 越来越辛辣 越来越用词 越来越激烈 就换句讲 柯文哲就是锁定的 就是说用极端路线 对 极端的路线 然后锁定就是 YT 就是20到39岁嘛 所以第一波30 39动了嘛 第二波这两天 20到29也跟着动了 现在开始动 但是柯文哲的中间选民跑光光 就是你现在用极端的攻击的方式 出现的话 我现在比较客观中立的人 我就会开始离开你了嘛 所以他的所谓的泛男 跟泛绿的都跑光了 而50岁以上没有了 都个位数了 大概70岁你也知道嘛 0.8个百分点嘛 很赞很赞 年龄层高一点的都能跑光了 对 所以柯文哲就变成一个 极端的总统候选人 选举策略变成极端化 那极端化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的民调 到底还会往上走呢 还是我的原来估计 他会在 因为这极端化的结果 最后会在修正 因为他20到29 这个年龄层 可能跟赖副总统 还会互相互动 可是但你注意到 有个现象 就是当侯友宜 这个很妙 他每次就寸进 一点点 增加0.1 增加1 可是进去不出来了 是吗 他进去 他进去不出来了 可是柯跟赖 会有两个就变成互动 或是说到魏表态 再互动一次 就在那边一直绕 所以这个情况 让柯文哲看到的话 请问你 他会怎么打 他怎么打 加码嘛 他一定加码嘛 你打出来 所以不是讲的这个 新潮流有12个大护卫 不是跑出来了吗 打弊案嘛 黄国昌主力这样 这礼拜开始加大力度 打新潮流弊案嘛 所以打新潮流弊案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把你定调 你不是民进党 是新潮流 他是打新潮流 他打这个是对的啦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我听到一个消息 好像赖副总统这个人 比较爱面子 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去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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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蔡英文总统帮忙 没有开口 到今天都没有开口 他大概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小心一点 或是比较爱面子 到目前为止 所以英系 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动 目前的情况 英系没动 因为总统 他没有请总统帮忙嘛 那总统不好意思 自己在下来帮忙 所以变成总统跟副总统之间 目前在这场选举上面 他们 蔡英文并没有积极介入 是他主要的原因 雨晴 这万里老家 在万里这么偏偏的地方 这个没有才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严重 因为过去有一个叫 孟江女的 哭倒了什么 万里长城 结果赖清德 有没有哭 有 还哭三遍 但是万里维建 有没有哭倒 没有 把自己的民调给哭倒了 现在真正重点在这边嘛 因为大家首先 我来讲这个民调数字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什么 其实赖清德调的 它是有两个层次 第一波段 当大家开始已经开始纠结他万里老家事件的时候 他有哭了 掉的是谁 三十到三十九岁 我直接讲白话文 这些人叫做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看了就很简单一件事故事嘛 你有违建就拆 有事情就依法处理 凭什么你还 那是老房子继承违建啊 没有 老房子结果被黄国商 啪啪 脸又打到了嘛 2003年新盖的 根本不是旧的违建 也不是你原本老爸老妈住的那一间 他不是想说那个空照图是假的吗 对啊 空照图是假的 结果人家就说 不好意思 我那个是跟这个农业相关部门调出来 你蔡政府给我的 怎么讲 凹不下去 所以在这个越凹的状况下 眼泪一直掉下来 民调跟着崩 那你说这一波为什么继续反应 因为第二个 年轻族群开始动了 因为它会先反应到中间族群 而讯息再传播到年轻族群之后 所以它是先调三十到三十九岁 再调二十到二十九岁 但你回过头来 赖金泽他这有三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人也帮了大忙 谁 姚老师 姚老师 姚老师说 哎呀你们这些人太残忍了啦 这个老家 这个温情 这个怎么可以让人家欺负人家 太残残啊 那我跟各位报告 那有一个人也很出残 这个人叫做蔡英文 蔡英文在2020年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句话 怎么样 他接受参访的时候被问到说 蔡总统为什么你从来不哭 我跟各位报告 蔡总统到现在为止也没哭过 他就讲了 作为一个领导人 应该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控制自己的情绪 蔡英文没哭过 从来没哭过 而且蔡英文还加码 蔡英文不是不想哭哦 他说我都会把我自己情绪控制好 他还加码说 领导人 他有一个义务 这个义务就是说 他没有权利 可以自怨自毅 完蛋了 全部都扣在赖金德身上 为什么 赖金德他边哭边喊什么 我老爸留给我的遗产 只有煞车而已 你把那扣在平红了 所以这造成一个严重的效果吗 蔡英文讲了一个故事是什么 代表 现在的中间选民 对于一个总统的想象 跟对于一个总统的期待 你未来是必须要扛住两岸关系压力 未来是必须要扛住 来自世界各国的打压 在這種情況下 你能夠受到一點挫折 更遑論你討論到 是你家的老房子 我跟你講哭為什麼沒道理 因為你改建的時候 就已經把你爸爸媽媽 當年那個充滿回憶的房子 給拆了嘛 你現在蓋的東西是新的啊 這不是你原本有回憶的房子啊 姚立民說 他的老家是錯誤政策的受害者啊 我是受害者 對 所以這就是這個東西 把所有支持者 跟所有的選民給惹毛了嘛 那我講白了 為什麼賴清德現在下不了台 他下不了台啊 他如果真的要解決 民調一直掉 趕快拆了不就沒事了嗎 因為現在不是違憲的問題 是誠信的問題 就如同姚立你現在咬到死了 姚立老老師 你不要再害賴清德了 姚立老老師說他就受害者 那賴清德等於什麼 我必須要咬到底欸 我如果現在把我違憲拆了 我叫什麼 騙子 我沒誠信嘛 等於我知道這是違憲 然後我硬拗嘛 所以他真的被 他就被克文哲咬住了 對嘛 他跟文哲知道你現在逃不了了嘛 因為你現在猜 會變成騙子硬拗 但不猜會變成什麼 耍賴 所以新北市政府怎麼樣 聰明的很 我按照其成 我慢慢排 我才不要去動作 因為現在唯一可以給賴清德解套 是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把它拆了 他可以說什麼 就是新北市我被迫害了 公權力破壞我 這個真的不是違憲 這是我老爸的回憶 在你新北市這樣做 但新北市按兵不動 變成是賴清德 現在猜也不是不猜也不是 就卡在那邊 而且楊老師又在害他 亂局什麼 哎呀這個眷村 當年都是受到這樣破壞 所以跟賴清德一樣狀況 本土最討厭眷村啊 你不是來台灣戰地的啊 對台灣 第一個本省人看到 抓狂 那只要眷村人看到也不開心 你知道為什麼嗎 然後我們的房子真的被拆了啊 我們真的破千了啊 那請問你賴清德 房子有沒有被拆 沒有嘛 你稅收有沒有繳 房屋稅現在人家還要跟你追徵 然後你還在選總統 還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看到會不會更生氣 只會更生氣而已嘛 玉鳳 因為每日都 接著這次每日都 你對南部也非常熟悉 這次最怪是 雲家南有那種變盤的感覺 他的雲家南不是很穩嗎 對 過去來講的話 雲家南大家都覺得說是綠的 而且是很綠 甚至可以講到綠到出之 甚至有人戲稱嘛 反正只要是綠的 西瓜來選都可以選得上 但是最近這幾年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一件事情 很多人你跟他說禁止 還沒要說啊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名怨 這個怨氣在 有啊 有很大的一個名怨啊 尤其是有光電的地方 這些光電的東西 對他們來講的話 其實雲家南就是農業縣市 大家就是遮殘 不然就是做養殖漁業 那這些光電板來的時候 咔 上去之後呢 賺到的都是誰 地方投人 黑道大哥 你這個線拉過去 你不是只有一塊而已 你整個潰線 整個弄過去的話 很多人根本沒辦法遮殘 那你說這個東西 他們會不會有氣 他們一定有氣啊 但是這個東西 他們敢不敢講 很多人不敢講的 不敢講之後呢 他會變成一個名怨 然後這名怨就聚集 越聚越聚 越濟越集中的情況之下 因為你就說 如果謝龍介跟黃偉哲 而且黃偉哲是連任的狀況 兩個人差距之後 再五個百分點 就代表 那跟我們想像不一樣了 很多時候呢 大家去催的時候呢 都會覺得說 哈哈 倒靈倒靈倒靈 可是真的 你看謝龍介這一次 票開出來 是什麼樣的情況 根本就是一敗一敗 在過去來講的話 不是說綠色的 只要是西瓜來選都會選上嗎 到最後你看連北門 其實謝龍介他自己都沒有想到 北門那些地方 這麼綠的地方 最後會開出來 為什麼 超綠喔 那個地方 綠油有 但是為什麼會開出來 會有這種票數呢 就是因為大家的生活 過不下去 然後過不下去的情況之下 那些光臉也把他撞起來 那是二十年的事情 二十年後 如果再展延的話 那更久了 所以那些人 那些真正在地的鄉親 其實這股運氣 他透不了 沒辦法套 沒辦法套之後 有兩個太陽 太陽大樹不得了了 對 而且那些東西 你根本不知道地底下 還有買什麼 甚至有些人去調資料 也調不到資料 所以對他們來講的話 他們是一個 安生利蜜的地方 這個東西弄下去之後 其實我覺得會很明顯的 反應在選票上 在選票上 開始 我們一起在選票上 好 持續 點贏